美国司法部对于挥达反垄断调查在升级 经过初步调查之后 外媒报道 挥达已经正式收到传票 必须依照司法部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这样的消息传出之后 挥达在盘后的股价也进一步下挫超过2% 美国反垄断监管在升级 媒体爆料 美国司法部已经正式向AI晶片龙头挥达 和其他公司发出传票 以法律约束力强制要求企业提供资讯 寻找挥达涉及垄断的线索 消息一出 继周围盘中中跌超过9%之后 挥达盘后继续下滑2.42% 报道指出司法部目前将目光聚焦在今年4月 挥达和以色列新创公司RUN AI的收购交易 由于RUN AI主要业务就是管理AI运算资源 帮助企业用更深的资源 帮助企业用更深的资源 掃晶片做更多的事 让官员担心这笔收购 将让客户越来越难以转向其他供应商 此外也有官员担忧 挥达可能会刻意惩罚 对挥达不够专情的买家 分析师则认为 整个挥达垄断争议 反映的其实是政府对企业监管的力道 越来越大 面对质疑 挥达回应公司的主导地位 是货真价实凭借实力 在市场取得优势 客户可以自由决定 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而由于调查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司法部在评估资料后 是否会真的提出指控 还很难说 记者旁向野里阵营总和报道